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何而起呢 发生心迹是不是意识着身体出现了问题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揭开心迹的神秘念商 心迹是一种主观感受 它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理性心迹 一种是病理性心迹 生理性心迹往往是由于工作学习压力大 熬夜 睡眠不好 情绪波动大 运动过量 或者摄入了兴奋性的食物 生理性心迹只是偶尔出现一次 并且休息后大部分症状就可以缓解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不需要干预的 如果觉得心迹很难控制 反反复复 频繁发作 而且发作后久久不能缓解 这就要收集了 因为很有可能是病理性心迹 病理性心迹可以分为两种 没有原因的发作称为征冲 有诱因的发作称为经济 病理性心迹有的是振发性的 休息一会儿就好 有的时间却比较长 少则两三天 多则一周都无法缓解 咱们身体器官的病变 就会引发病理性心迹 比如脏膊 防颤 心衰 冠心病等等 老年人的心迹就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气质性病变引起的 如果出现了病理性心迹 一定要重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将病理性心迹分为虚症 食症两大类对症条理 虚症患者心迹发作的时候 往往会心神不宁 面色苍白 舌苔发白 头晕目眩 神疲拔立 而且容易健忘 这一症状主要是由于我们气血阴阳亏损导致的心神施养 因此中医主要以补义气血调理阴阳的方式来调理虚症 在《伤寒论》中就有这么一个经典的古方 制干草汤 制干草汤是曲 制干草 生姜 人参 生地黄 桂枝 阿椒 去心 卖冬 马子仁 起大枣 就是大枣 切开分成两半 猪药合用 可以意气养血 健体养心 实症患者心肌发作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心如针刺一样痛的感觉 口干发苦 嘴唇和指甲出现青紫色 舌苔暗紫或出现瘀斑 胎后腻 晚上睡觉失眠多梦等症状 这是由于谈祖气质血运引起的 中医调理这一正行 主要是化痰行气 活血化瘀 血腐毒瘀汤和小腺胸汤 两种药方合在一起 就有活血化瘀 清热去痰的功效 清代医家王清润认为 血腐毒瘀汤 至胸中血腐血语症 血腐毒瘀汤主要有 桃仁 桃仁 红花 丹龟 生地黄 牛西 穿胸 举梗 赤勺 纸鞘 干草 柴虎组成 由理器解育 活血化瘀的功效 小腺胸汤是由黄莲 半夏 和瓜楼组成 服用后可以清热化痰 抒发心结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药茶 调理心机 比如这道西洋参茶就很简单 方便我们日常饮用 将西洋参放入杯具中 沸水冲泡 饮用后就可以补益心气 心剂发作的时候 往往会心神不宁 所以调理心剂 中医主要以安神为主 符灵具有安神 一匹 沥水 渗湿的功效 将符灵做成饼 适用 就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和老年人 将符灵细粉 米粉 白糖 加水 加水 调成糊 锅内微火 攀落成饼即可 经常吃 可以 健脾不中 宁心安神 在我们身体上有一个效尾 按摩了之后 犹如打开城门 清退咱们心中的苦闷之气 那就是内观炫 这个效尾非常好找 将我们右手的三个手指头并拢 将无明指放在左手腕的横纹上 右手十指和左手手腕交叉的中间点 就是内观炫了 每次按捏五至十分钟 会大大降低我们生病的频率 拳中套拳何须有 法道无实 拳自修 这话形容的是太极拳匀手 当我们血液循环不畅通 心理紧张 或者生活不如意的时候 不妨静下心来 跟我练习匀手这套动作 常常练习 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气血循环 还可以保持经络畅通 减轻我们心肺负担 从而身心愉悦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保持精神乐观的心态 避免惊恐刺激 以及情绪的刺激 健康饮食 生活作息也要有规律 不考虑 学会自我调解情绪 如果心肌经常出现 并且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要及时就医 进行针对经的考虑 不要远误了病情